打工人特种兵24小时玩遍贵州 我破了一项我人生的纪录 我没坐过这么小的飞机 手掌这么大 香港人坐高铁到贵州 今天我们飞到新义来一次特种兵旅游 今天我们回归田园 不是叫你甘亭 而是来到这里散步 你就可以感受到万峰楼 到底有几震撼 万峰林海拔1200多米 空气特别清新 小桥流水山光水色 也太美了吧 这里就是纳贵河 当地人也都叫做母亲河 这里的河水最终就会浪入广东的浙江 那么好的天气 当然不能辜负马铃和峡谷的高山流水 总要感受一下吧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高山流水 看看细宝体验一下 一边唱着歌 一边喝鱼酒 重点来了 经过半小时的路程 终于近距离看到黄龙瀑布 不得不感叹大自然的美景 实在太壮观了 我们有个小总结 行山好好玩 下次不要再行 不好意思 还要继续走 欢迎来到昭低 你看一望无际的河花池 不得了这个景色 这荷花池大的 要坐车才能看得完 美是真的美 热也是真热 杨山河水够了吗 够了 做个贵宾级的椒袋八大碗 先来看看 富与八大碗 虽然看着清清淡淡 但贵州人有这个神器啊 贵州的辣椒 出了名 香 他们的饮食习惯里面 多数都是会用尖水 因为有时候你会觉得 可能东西不够名 这个是当地的特色 蛋炒饭 蛋炒饭为什么可以做得特色 因为它是加了 一些已经发烤的辣椒 所以你吃下去会有一种 经过发烤的酸辣味 难怪那些人都说要过来吃 真正啊 在这里吃东西 因为饭的食材又够新鲜 所以怎样都好吃 就算清水煮也是very good 下次有机会来试一试 说完